有缓解 各地的情况 均有好转 这胖使神 搜尼尔的戏还真是好 小姐 虽然喜鹊看不懂 这些瓶子里的东西 但是喜鹊觉得 比那温如月厉害多了 小姐你知道吗 他们在后花园里跳大绳 搞得屋檐瘴气的 这个呢 是草药汁 这药啊 是专治这次的疫病 还好我聪明 找到了一仙伯伯的书 又感知了一批仪器 用断肠草 研制出了特像药 小姐 是不是如果疫病被遏制住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王府了 那当然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得解决另外一件事情 看你们还能装多久 看来小景的药 真的有奇效 真是解了我圣经危难哪 有了这良药 很快就能药到病处 只是 为何使臣大人还不见好转呢 多亏山医女子相助 我感觉神清气爽了 你们在圣上面前 还想装模作样到几时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怎么 还不打算招啊 启禀圣上 民女在制药过程中 发现这疫病 源自小不列颠的鸡 正巧前几日在集市摊贩处得知 这鸡正是由使臣提前偷运到民众中去的 我偷偷地告诉你啊 这些鸡可是从那胖胖的外国使者手中 花了重金得来的 小不列颠的贡品肌肉绝对没有问题 方兄 除了小景炼制好的药品 他还有一事相报 我已派人查探过 此事正是胖时辰所为 他多年潜伏在小不列颠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够挑起圣经与小不列颠的争短 而他的真实身份是 其余人 大哥 你听我解释 这 我是被诬陷的 我根本不是 这 真的不是我 你竟然是其余人 把得了兵的祭送到这里来 还装兵想家伙给圣经 你听我解释 是 是他们诬陷我的 启禀圣上 这是我从摊贩处拿到的口供 那日除了摊贩 还有不少人都看到 你可以巧妆 但你脸上那么大一块痣 是遮掩不了的 这纸上记录了你的偷印渠道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世道如今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本就不是小不列颠国的人 你们圣经 危害我们其余遗穷 要杀要划 西藤尊便 以温基传病 危害我圣经的百姓 来人 在 给我拉下去 严加审恩 在 管得住我的人 管不住我的心 其余超胜 既然真相已经查明 你们小不列颠 还觉得我们圣经怠慢吗 圣上 圣上 我二人真的不知 他竟是其余人 请圣上原谅 我 我们和圣经事态交好 实在不敢有侵犯指信 可当时二位不是这么说的 我圣经 岂能让别人肆意威胁 皇兄 不如 来人 慢 圣上 既然已经惩处了有罪之人 不如 就放过他们吧 圣上答应过明女 如果明女能治好这疫病 就答应明女一个请求 明女的请求是 放过无辜之人 小姐 朕 念在小景 对圣经有功 就免你们一死 好 谢谢 谢谢 但是 回去告诉你们的王 陈王齿寒 是 谢神医 谢神医 我给你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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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来的